昨天提到梁天来父子兄弟三个人,很不容易才等到天亮,眼看着东边的天,刚刚红红的,梁天来就叫他赶回去了。 本将先生本来是陪着他们坐的,现在都在中啊中啊,闭眼睡,听见梁天来说要走,他就朦朦朦朦朦,撑大双眼说,梁兄,整晚这么久都熬过去,不知道在这阵路,府上如果是有什么意外,一旦就会有人赶出来报信的了。 啊,如果你现在前脚走了,他们后脚来到,赶两头踏的而已。 梁天来听到这么说,一后只好坐下来,继续等下去,过了没多久,其他的科技也起身,收拾好些东西,准备开门做生意了。 梁天来错,又不是走,又不是,就好像热蚂蚁那样,发现之间,其夫打着赤膊,满头大汗,气寒气喘,屁下屁下,跑到来,一见面就说,那人不得了。 啊,其夫一句话都还没说完,已经整个人软了,屁下的,白响地来,凄凉地哭起上来了。 梁天来,梁天来,已经顶不住,夹着想问什么事,谁知后头就好像顶了一样东西,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梁天来,梁天来,只见他都声不出,面色就好像纸金白,嘴唇发青,两只眼珠反下反下。 梁天来,梁天来,梁天来已经顶不住,平凡地仰面朝天直,挺挺大响地来了。 这个场景真是够凄凉了。 梁天来,梁天来,梁天来这个时候,亦都急出声来了,拖命熬着梁天来问,大哥,大哥,你怎样啊,大哥。 整群伙计见到这样,有些去煮姜汤,有些拿开水,有些帮忙,灌通关山啊。 搞了一大轮,梁天来才慢慢醒过来。 梁君来和阳福,便扶起他。 这个时候,吓到奇夫,亦都硬收声,忍住眼泪,反过来还要安慰梁天来说。 官人,你放心吧,家里怕没什么大事的。 梁天来神智稍微清晰一点,便马上问了,昨晚,到底情形是怎样? 到底情形是怎样?你快点说,快点说。 昨晚将近到现在的时候,班普乃真的来了。 小人马上去通报,叫他们关失二门。 小人就躲在旁边,上一年还没有塞在鱼池那里看水。 没多久,大门就被一些恶事公开了。 接着他们用火公义门,吓到小人连头都不敢抬高。 后来的情形是怎样?小人就看不到了。 旁边看超大爷,他们把命都叫救命。 谁知道喊到喉咙都破了,总是没有人来。 那些无奈虚虚含含含含,簡直当你无套,一直搞到四更才走了。 小人爬起身,马上冲进入里面。 看见石室道门,关到死死实实。 门外面是销整的一大堆,都还没有认识草灰在那里。 轻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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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人在外面大声喊开门。 谁知道喊了很久,没有人应啊,官人。 小人害怕。 都不知道怎么办。 故此我就趕快坐船,赶到这里来报给官人你听。 官人,你快点决定怎么办啊,官人。 梁天来听到这么说,明知道凶多吉少了。 他就只好抱着一线希望,马上带着军来养福奇夫, 叫了快艇,飞得这么快就赶回澹天。 回到家的时候,见到的情形就和奇夫所说的一模一样。 只见汉超在石室门外搓手丹脚,梁天来不顾得这么多了, 马上拨开草灰,托在那道门那里大声叫人。 谁知叫了半天,哪里有声气才行。 就在这个时候,只见地堡里尔大路,李秦玄搓着一停轎来到。 李秦玄落轎之后,都望望西望望, 这里踢踢踢,那里敲踢,跟着就说了。 还好吗?没有透走什么?总算是没什么损失。 梁天来就马上说了,现在石室里面什么声气都没有, 都不知道会不会出了人命。 再说,外面放火烧门,明摆着都是强盗打劫的了。 仲望大爷,你就做明火打劫案,检查一下。 实际上,石室的门,不是在里面关着的吗? 就算是强盗,他们又在哪里捐入去杀人。 除非连强盗都在里面,摆着一起死。 这个世界,没那么怪的事吧? 梁天来听见李秦检这样说,他心都在一起。 他说了,大爷不肯作为盗案嫌加追究, 那么小人就找自己去智院那里报案的了。 李秦检马上摆着面说了, 困长,你这里分明没有被盗捎什么。 只不过是小小的货族说不定, 还是你们自己不小心引起的事故。 你就这么胆一口咬定是明火打劫? 你有什么凭据啊? 嗯? 大爷,请先食路啊。 自从昨晚强盗来打劫四更走了之后, 这间石室的门,到现在都没有开过。 小人回来之后,一直打门都打不开。 里面的八个女家眷,如果平安无事, 小人也不敢多事啊。 但是如果有什么发责, 那么小人就唯有去智院那里报案的了。 李秦检想了一想, 觉得这件事是有点古怪的。 于是他就说了, 这样啦, 你一边叫人鑿开石室那道门, 一边就叫地保去智院报案啦。 我现在回去,也先跟你下案。 梁天来借过李秦检之后, 就下一边叫人去找石宗, 一边就叫其夫陪着李二去报案。 这一任的潘如苑苑苑令姓王, 江西人士尽是出身。 有些人情味, 凡事亦都比较认真, 暂时都还未染上官场那些坏习气。 自从今年三月到任以来, 地方还未出过大事, 老实说, 小事就多了。 不过那些人怕犯官非也没有去报案的意思。 故知这个王苑苑, 从来都没有扮过盗窃人命之旅的案件。 一天突然听见笨捕, 哇, 连王苑苑都整个弹起啊! 尤其是听说, 那间石室的门都现在都还未打开。 想着都知道更是有些不妙了, 于是就将刑书五作急事的人一律传齐, 一刻都不敢怀慢, 马上就落乡陷策了。 来到谭川已经是下午了, 见两名石掌,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还未打开石室的门。 王苑苑马上传梁天来两兄弟问话。 问了几句之后, 王苑苑就叫李二过来问了。 昨晚这里灵火打劫, 兼顾放火烧门, 你有没有去文武两衙门报案啊? 听见敢问, 李二百声跪下, 闭声不出。 王苑苑拍案再闻, 李二还是没有开声, 王苑苑生气起来就说, 你这个狗奴才, 到底是什么回事? 小人昨晚不应该喝醉酒的小人, 喝醉酒什么都不知道啊大人。 王苑苑一听, 眼睛都录大了, 原来是醉酒, 王苑苑生气起来, 抽了一支令仙, 一手扔了下去, 喝了一声, 打, 所以马上把李二禁止, 打了一千小板。 王苑苑跟着众街坊问话, 他说, 昨天又来, 都是同一个口供, 就是说强盗, 离世匈匈, 没有人敢去惹他, 故事就不敢离双狗, 但是个个都说, 敲响铜锣喊救命, 怎知就是没人来, 王苑苑全部撕退, 接着就将山夫王苑传来, 当堂打了伍伯伯伯, 才见王苑苑离开公案, 亲自喝令那些石掌出力作门。 这个时候有一线石门, 已经作了一大片, 就是未穿了, 王苑苑就马上叫人搭了三脚架, 挖起一个大锤, 他撞了, 撞了几十下, 才撞了一个洞。 梁天来, 撞穿了一个洞, 就马上冲进去, 想撞一下里面的情形, 怎知刚刚扑进去, 里面就噴出一股, 令人恶心的铜油味出来, 撞到梁天来, 当堂, 眼水鼻涕都流了, 拼命按卡, 旁边的石掌看到这样, 就拿了一块布, 掩住口臂, 爬进去, 然后就开了石塞的铁门山。 到了这个时候, 那些恶心的铜油味, 还有一阵一阵地滚出来, 一班棺材就马上冲进去, 不用一会, 就陆续把八句女尸抬出来了。 梁天来父子兄弟看到这样的情景, 那种凄凉法, 就不用再说了。 仰福初时, 在灵氏身上, 猛哭哭, 忽然仰福觉得灵氏的脈搏, 还微微在那里跳, 仰福就说了, 爹, 二叔呀, 你们别哭一次,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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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得搞的, 当时大家就手忙脚乱, 一条姜汤煲开水, 搶救了一大轮, 令氏果然就醒过来了, 那真是幸运回命了, 原来当时, 个个都被烟熟到暈了, 伯虎情侍已经直挺挺, 摊了落地了, 令氏打黑摸到处摸, 一脚踢到个瀑布, 你啪啦, 整个惯低, 口同病, 刚刚补在情侍的两脚中间, 那烟是向上升的, 令氏补在低处, 正好又有空击, 所以才大难不死。 令氏醒了之后, 看到狮横遍地, 亦都禁不住, 露泪中横, 梁天来就马上劝娘亲, 扶她回到房间, 央旁边左右的妇女陪着令氏, 自己马上回出来, 就听后远观传话了。 全部女尸抬了出来之后, 王婉令就马上命令五座嫌尸, 嫌尸之后就传了上来, 说七巨女尸实属是被烟屈死, 并没有任何伤痕。 接着就叫梁天来公布七巨女尸的姓名, 原来就是梁天来的夫人柳氏, 梁君来的夫人叶氏, 还有梁仰福的夫人陈氏, 梁天来的女儿梁龟禅, 还有仆虎情侍, 婢女春桃和秋谷。 王婉令叹了一口气, 就说了, 好凶恶的强盗啊, 他演年双七条人命。 唉, 王婉令叹识了一句, 就叫书利落岸了, 梁君来逼巴不声, 跪前一步就稳布话了, 太野, 小人的妻子叶氏, 已经有了五个月的申计了, 求太野艳明作八条人命落岸。 王志远叹了一阵, 原来还有这一节, 吩咐五座查验, 只见五座找上一块新鸭, 融炭将它汉红了之后, 就沾到醋那里, 拿起上来趁热, 就盖在叶氏那条丝的肚子上面。 过了一阵, 就拿他上来呈案, 王志远一看, 河然雅上面出现了一个南英的影, 于是就吩咐书利按八师落岸, 然后就安慰梁天来几句, 叫他马上准备呈, 以便通斥强道, 交代完之后, 就打到回衙了。 梁天来兄弟父子含碑引筒, 买棺材承念了七具尸体, 执拾一切, 那种凄凉的景象, 这都不用多说。 而令桂兄那边听到风声, 直到梁天来两兄弟还没死, 就驚到有阵没睡。 话说当晚, 凌桂兄和一班岳爷, 打劫之后就按照吩咐, 一个一个在后门回家。 欧爵兄早就摆好五台酒宴, 准备慶功了, 人回齐之后就先不入席, 只是坐在两边, 每个都口水喷喷在请功了。 你又说王千总过然出来巡查, 被我花言巧语, 哄回念他。 那个又说李秦剑也派官差出来。 这个又说, 烧了不知多少炮仗, 那个又说打劫的时候, 如何施妙计总而言之后, 说到鸡竿不断。 欧爵兄听了之后, 就嘎嘎大笑话了。 哈哈哈哈, 这趟真是可以说大莫全星, 他们就像一莫属那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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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啊, 这趟, 等他们一屋人在石室里面一莫属, 除非梁天来的云伯会去告了。 若果不是, 地方灌彩, 有屁的閒心跟他去捷捕了。 梁天来总算有这一日了。 林郭兄就说了, 表叔, 被你算过, 梁天来真是连渣都没得正。 不过我们是依稽行事, 其中有很多东西, 我们都是蒙茶茶的。 譬如, 为什麽要先请人回来南河呢? 呵呵呵, 这条道理, 再简单不过了。 你和梁天来不合, 连村里面三岁小孩都知道, 突然之间, 他家出了一窩结, 哪个吴仪心理呢? 怎麽都要那条桥, 避开他掩人耳目呢? 那又怎麽更好得我请人回来南河呢? 我算定, 到了今天, 就要放盐口消衣元朝, 那今晚你主人家, 就要在旁边事后上香啊。 等到明天那件案爆了出来, 哪个敢怀疑你呢? 小妙就在这里啦。 那, 那烧炮掌呢? 烧炮掌又是, 什麽意思啊? 我们这里来梁家, 只不过是半里路道, 攻打他的时候, 少不免会吵圈巴斐。 想这边烧炮掌, 就可以掩盖那边的杀声啊嘛, 正所谓, 云水磨雨啊, 明不明?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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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taste見到的锦槌、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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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們就先報一聲回來 我在這裡 我就要想辦法扭住他 凌茶也好 酒水也好 總而言之都要穩住這個陣腳 那門外面燒炮像的聲音 模型中就等於 是塞住他的耳朵 還有一樣 觀察如果出來 經常都會便衣 找第二個去 就根本搞不清他 誰是白誰是黑 你都知道 簡輕假假地 在東莞院當過警察 現在也是判魚院的牙差之一 派他去跟蔡迅 偷住那邊 那一定沒有搞錯 臨去的時候 我還叫你們記住 從後門回來 亦都是怕你們跟李陳檢碰到正 我幾天來的囚話 連一條頭髮絲這麼細的事 我都想過了 正在這個時候 四周圍去放門鄉的中橫、中貴、中巧、中和 亦都陸續回來了 這個又說門賭了多少個鄉湧 那個又說門賭了多少個耕夫 當然啦 個個個都想叔叔叔 越說得自己功勞大 說不定一會兒就可以睡多點花紅 只見林貴兄 當堂拿了八千銀出來說 我本來講過 事成之後打賞你們五千兩銀 另外梁天來兩兄弟 做過他一個就打賞一千兩 現在一把火一陣煙 將他們全部送上西天 連首尾都不用 我這裏就拿多三千兩銀出來 等你們高高興興奮出去 一班無禮 就是等著這一句 一齊清 然後就入籍唱飲 一直飲到日上三桿 個個都蒙茶茶了 這樣才離席休息 到了第二天 太陽就快落身的時候 個個才睡眼星鬆地爬起來 一起來 那鐘孔又是攪屎棍 我混在那裡想想想 我想到個辦法 上一次那三千兩銀的假借 他還在那裡 現在正好用得著他 我們憑著一張紙 就可以趁勢去佔據他的堂行 歐正兄馬上阻止說 這條正一絲橋 做得出來 連三歲小孩子都看得出我們成人之危 這一步以後才想他 現在的雀眼點不在於堂行 而是那間石室 看過 看過 想過什麼辦法 找那間石室搞到手 就是自為緊要 還真恐嚼唸唸 想到什麼正想說 直見喜萊衝進來說,大爺,不得了,昨天梁天倫沒有死,死的都是女人,現在他們已經去盤餘院報了案,觀察已經來了驗屍了,喜萊這個消息就好像大白天劈了個看天雷似雷不及掩耳,個個都嚇了一跳,歐著兄很害怕清雯,你,你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當然是真的,我剛剛還在現場那裏看過,現在才回來,趁眼見到梁天倫父子兄弟三個人,生同同站在那裏,地補李二,還被院官打了一千磅,打到屁股好像爆麻花一樣,現在走都不會走,事後院官走到之後李二,還要找人抬他回去,聽到這番話, 靈貴兄眼睛整個傻眼睛,忠孔就好像遼惡出個老虎那樣呱呱呱,而歐著兄兩道眼眉就皺成一條那樣,猛地在那裡搓手抖腳,原來三個人就有三種心事, 靈貴兄因為白費心機耗支錢銀,都殺不到梁天來兩兄弟出了口氣,眼嘆嘆,忠孔心想,日不做,日不休,只見他說, 豈有此理,他們還沒死的話,那我再去,送他回去祖宗那裏, 歐著兄的心想到,這件事非同小可,梁家甸男的未死,就實不肯罷休,過兩天都不知道他們會去哪裏告黨, 這場官司有很久打下去,歐著兄想到這裏,他就對林貴兄說了, 看這樣的情形,當然是酒樓風聲,如果沒有人通水,他們又怎會預先避開呢? 不過,這件事,我們都算不幸之中的萬幸了, 啊,梁天來可以說是笨刀加靈一的,如果他是醒水的,知道消息之後, 先和江夫電戶打了底,暗中埋伏向家四周圍,等你們攻打的時候,呂應外合, 我們就會眼目熟,我之所以昨晚要你們分成三隊族主去役,都是防他這一著, 現在可以說,我們是大難不死了,希望自有後福了, 但是從今天開始,我們就要放他告狀這一層,他如果是告明火打劫,不敢告到某一個人身上, 這樣我們就不怕他,只怕是有人通風報信,連主使都告出來, 啊,這樣就難以收拾啊, 是啊,各位,那梁天來怎樣告發呢?我們明天再說,